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碰到了礼拜天 不过历年 台湾从2000年来通过修正了纪念日及节日的实施办法之后 光复节就变成是只纪念不放假的 当然不放假之后 可能2000年以后出生的这些年轻人 现在今年也15岁了 这15年来 他们可能都没有经历过光复节有放假 没有放假对他们来说就是一般的日子 可能年轻人也会逐渐的不认识光复节 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大陆从10年前 2005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大肆的在庆祝台湾光复节 那么在今年他们同样 大陆也同样的将光复节纳入庆祝 从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对于权势近代史的话语权有一些变化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林全忠老师 老师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谢谢老师一早来到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我们看到光复节在台湾 从2001年开始就变成是只纪念不放假 就像嘉欣刚刚有提到 就是真的许多年轻一代台湾人 这个年轻人觉得光复节对他们的相关的切身度 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 也不是那么的直接的连结了 嘉欣记得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也很期待光复节 因为以前礼拜六是要上课的 那这个光复节就会有放假一天 那我们就这天放假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光复节 你就这样多少多少你自己会建立那个连结在 可是现在对年轻人来说 光复节没有放假 那我会去 他不会那么的强烈的印象 那其实他们对于 虽然说对于年轻人来说 那印象可能没那么强力了 可是其实这个战后70年后的今天 来看待这个光复节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想我们知道台湾社会 其实就如何理解就是历史 尤其是近现代史这一部分 其实存在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其实也是延伸到对国家认同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取向 我想这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社会在政治民主化之后 对社会的多元性跟多元价值的一个包容 当然就是话说回来 就是我想不论是连接大陆时期 国父孙中山先生 创建共和的中华民国史观也好 还是着重强调台湾的本土社会历史经验的本土史观也好 我想个人就是我会认为说 纪念光复节 我想即便是在今天都应该很有意义 那么我们先说就是连接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的史观这一部分 如果没有中国抗战胜利 我想作为殖民地殖民者的日本 我想他不可能会在战后就退出台湾 从这点意义来讲 我想台湾结束日本殖民地统治 是和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领导抗战 并取得最终胜利 这一段事实 我想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 就是如果就是从台湾本土史观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在民主化跟本土化的今天 我想台湾主流社会所追求的应该是台湾人当家作主 那么台湾人掌握台湾人命运的这种自主的思维 我想从这点来看 纪念70年前的台湾社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 结束二等臣民的这样一种身份 我想对强化今天台湾的一个主体性 我想也是很有正面的意义的 是老师您刚刚提到史观 其实台湾社会对于抗战到光复的这段近代史 看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比方说我们日剧或者是日治 你要用这哪一个名词 在用词上面就有很激烈的争辩 那甚至呢是这个战后 日本接受盟国的条件放弃台澎 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是台湾光复呢 有一些差异 甚至也有人说 有人主张呢 这个不认同是这个台湾被光复 而是他们觉得说 这是被同盟国的军队来占领 换言之呢 其实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光复台湾 而是一直占领台湾 而且是跟美国携手阻止了 这个台湾人民的自觉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歧义呢 我想我刚才也提到 就是台湾社会的确是存在 不同的一个史观 那么这是因为不同的一个历史的经验 和教育所造成的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那么就日本经验这一部分 不同的史观 对日本或与日本的关系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理解 那么刚才我提到说 中华民国史观 从这点来看的话 抗战时期的日本是侵略者 是战场上厮杀的一个敌人 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殖民统治 台湾将近就已经有半个世纪 那么我想这也是因为中国当时在 甲午战争中战败 在马关条约中就割让给日本的一个结果 所造成的 那么因此中华民国史观是无法认同 日本统治台湾的一个正当性 这是为什么要强调应该使用日据 的这样一个背景 日本占据 对对那话其实也我补充一个资料 就是因为我们中央研究院的同仁 我想也都收到这样一个一个通知 就是就是在公文方面 我们都会使用日据 而不是日制 那么当然另一方面 就是说日本台湾本土观点的这部分 他会认为说日本统治台湾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历史事实 那么对那段历史应该是采用一个比较中性的 一个日制的这样一个词语来代替这样一个日据 那么顺便一提 经过那一段历史的台湾老一代的前辈 他们我想他们很多用日语 用台语来说的时候 是称之为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 因此就本土史观 就是是比较倾向认为说 如果过度强调这段历史的一个殖民性 就难以客观看待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方方面面 包括战争时期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遭遇 那么当然至于这个 刚才您提到就是说 台湾光复是否意外的一个结果 我想不同的时光当然有不同的一个解读 那么我个人是觉得都应该 与一个包容的一个尊重的一个态度来看 可能会更好一点 是老师听起来这两种时光 是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吗 其实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是本身就是 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共识 取得一个共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 是 那A之不只是台湾有这样子 就是对于时光认同的这个奇异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东亚地区 特别是在这个南北韩也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来看这个南韩内部 南韩总统蒲警惠 他决定呢 从2017年起要实施这个国边历史教科书 来导正偏颇的历史 那A这个举动也引起这不同立场的学者们 跟学生还有一些激烈的辩论 比方呢像是他们要怎么样来评价日本的殖民 是对朝鲜的掠夺 或者是这个他是近代化的启蒙 而这个战后 战后初期南韩的群众运动 是北韩侧动的反叛吗 还是这是自发性的爱国运动呢 那蒲正熙总统 他究竟是为南韩经济的推手 还是扼杀南韩民主的黑手 这些问题在南韩也是吵得不可开交 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 老师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近呢 这件事情 我想就是说没有错 就是说各国的历史教科书 它在改动的时候 都经常会容易引起一些社会的 一些激烈的争议 我想也不仅仅是那个韩国 或者北韩 或者台湾 我想我们邻国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 像日本的教科书 它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引发 它国内不同意识形态的一种角力 甚至还会延伸到 就延伸到邻国这一部分 那么我个人过去在琉球 有教书了十年 其实在琉球这社会这里面 其实也存在跟日本本土 不同的一种历史观 也曾经就是引发 这个教科书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想就是 除此之外 我想大家或许还有一点记忆 就是三年前 其实香港也出现过 反国教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的一个运动 也就是反对 就心设强调爱国 这个爱国是指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爱热爱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国民教育科 那么后来就引起很多的争议 那么他们也同时也是反对 就是采用大陆史观的这样的历史教科书 事实上目前对我了解 就是香港的教科书跟大陆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我个人其实不那么支持 就是限定由政府来编写教科书 怎么说呢 比如说其实在我们台湾也好 在日本或者在香港 其实都不止有一本教科书 有很多本 那么而且是大致上是容许民间的出版社 当然会根据政府教育部门的一个大纲 来编写 然后由政府设立的这样一个编审委员会 审定通过 那么这样就能够避免出现 就是所谓的政府一言堂的这样一个弊端 那么我想是比较能够容许 就是说多元史观的存在 我觉得历史教科书 所谓的历史教科书之争 那么其实每个国家都基本上是存在的 我想这本身应该是 应该看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当然只是有一些国家可能处理的没那么好 很容易引起这社会的一些争议冲突 我觉得争议的来源是因为 是因为说这些国处理不好的国家 可能会觉得我才是正统 其中一方都觉得它是正统 而没有把 所以说好 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个观点来看 是啊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处理的比较好 你看像美国 他对当社会存在 就是说对某一个历史 明显存在不同理解的时候 他其实会把不同的观点都列出来 由读者由学生他们自己去判断去论证 那么这种对不同史观的一种尊重包容的态度 我觉得其实也是值得借鉴的 那教科书之所以那么的敏感 我想它一方面是有因为不同的一个历史经验和记忆 就是产生不同的一个史观 那么同时它也刺激不同的一个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 那么另一方面从权力的这部分的来看的话 那其实教科书 特别是历史教科书正义的本质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赤裸裸的一种历史诠释权的一种争夺 那么我们读历史人都会比较了解一个道理 就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 那么掌握了历史意味着掌握了现在 掌握了现在也就比较容易掌握未来 也就是说谁书写的历史他掌握了过去跟现在 那他未来也可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七点半过后 就现在七点半过后呢 广告回来我们就开放call in 邀请大家来聊聊这个光复节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以及你对这个有你们的所在地 有没有这种类似光复节 只纪念不放假的节日呢 今年是对日抗战胜利 继台湾光复七十周年 台湾因应周修二日制 在两千年修正中华民国纪念日 及节日实施办法 十月二十五号光复节 从此改为只纪念不放假 随着时间推移 年轻一辈对这些只纪念不放假的节日 印象慢慢模糊 您对光复节有什么想法 或者您的所在地 也有只纪念不放假的特殊节日吗 早上七点三十分到八点 欢迎call in到早安台湾节目 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大陆华北东北听友 请拨免付费电话 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请拨 10800-186-0063 其他地区或台湾听友也可以拨 02-2885-3003 早安台湾的QQ码是 405-473-707 QQ群是 160-247-629 以及 9344-4430 我们的微信 WeChat账号ID是 Good Morning底线台湾 无法打电话进来 请将意见 姓名 联络电话 寄到早安台湾的电子信箱 TW007 8RTI.org.tw 早上7点30分到8点 欢迎您的call in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周五大声宫 你所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谢嘉欣 在七点半过后呢 节目下半段 我们为您开放call in 邀请您来谈谈 这个礼拜来谈谈光复节 您对光复节有什么样的想法 以及您的所在地呢 有没有类似光复节 这种只纪念不放假的特殊节日 不过在call in之前呢 我们先来听一个 很珍贵的这个音缘 这个是嘉欣第一次 在现场节目当中 用这样的方式来播放 这种很珍贵的历史音缘 为什么说第一次呢 待会跟您说分明 我希望大家发挥团队精神 增加我们大家的材 顺着我们大家的过程 好的生活 为了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 我们要极心形成 我们要加强基层建设 我们要加速农村的建设 我们要建设我们多次的发展 好听众朋友 您听到的是这个1977年 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敏 所做的这个台湾光复节文告 这个谢东敏主席呢 他是以这个闽南语来说 这个他说呢 我希望大家发挥团队精神 增加我们每一户的财富 让我们过很好的生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我们要革新行政 我们要加强基层建设 加速农村建设建权都市发展 老师我们现场为您 这个邀请的是 这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 副研究员林全中老师 老师我刚刚 您看到我刚刚怎么播音了吗 这个非常有趣 那加强他其实是手拿着一个 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这是麦克风造型 对对对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见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希望以后在节目里头 可以多使用一下 老师这个我手拿的呢 这个是我们央广哦 最新推出的这个抗战的 相关的这个纪念品 这是抗战纪念麦克风 嗯 这个是我们的正台之宝啦 然后呢 这一代的这个正台之宝呢 这是第二代 第一代只将这个 当初蒋委员长 在光复的所作的这个文告嘛 那这一次呢 我们收入了五种声音在里头哦 包括了这个1943年 蒋宋梅林女士的这个抗日演说 还有1945年呢 蒋委员长的这个抗战胜利演说 以及1950年何英卿将军 他在受享五周年的纪念谈话 还有刚刚听到呢 这个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明 在1973年所作的这个光复节文告 最后一个呢 是这个1982年 蒋经国总统 在台湾所作的这个光复节谈话 这就是我们阳光最新的这个 抗战胜利的一个纪念品 我好喜欢这个东西 而且它很特别 是老师我跟你 不小心 那个老王卖瓜一下 这个这个代的纪念品呢 其实还有做这个LINE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变成小喇叭 很特别 我想有很多的听众 他应该是对这个纪念品很有兴趣 有没有可能就是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好这个日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来慢慢的赠送 其实这个是我们央广呢 在今年特别所作的这个纪念品 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好我们电话线上呢 有位听众打电话进来 这位是确许 确许早安 嘉欣早老师早 是确许刚刚有听到 我们播那个那段音档吗 之前没听到 因为我的那个轮件 没办法听AM 是OK好来确许 来这个礼拜 您对光复节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其实小时候 只觉得能够放假 不用去上课很好 然后接受了教育以后 当然是 可以给我们的教育啦 然后后来自己 有兴趣去查了一下历史 其实光复要看 站在谁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光复 我觉得只有一种人 可以说他叫光复 就是满人 像金福松先生这样子的人 可以说是光复 因为在日本人占据之前 是清朝占据 对那你如果 国民政府也说是光复的话 可是清朝是国民政府推翻的 是 这样有点怪怪的 是不是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等到 16族的原住民 来执政当家 那个财政的叫光复 所以你是从 中国的角度来看 都是被占据的 从最早什么三国时代 那时候叫宇宙也好 叫琉球也好 东吴的孙权 有派人过来这边 但不代表他就是东吴的 就像马可波罗到中国 不代表中国就是 马可波罗的一样 然后后来 那时候有所谓的大渡王朝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我是上王朝才知道 有大渡王朝 然后荷兰人占据的南部 西班牙人占据的北部 那明朝的郑成功 跑到了台湾 打退荷兰人 那西班牙人也走了 但是 他还是不是明朝的 郑成功那时候是 打不过清朝 跑来台湾 是 并不代表台湾就是明朝的 那郑成功很短命嘛 三十几岁就死了 然后 郑金郑克双 野孙三代 后来 清朝过来了 统治了台湾212年 好接下来 加武战争 打输了日本 马关条约 割让 注意是割让 不是租借哦 跟港澳不一样 是割让给日本 嗯 OK好 统治了50年之后 日本投降 放弃了台澎 台湾澎湖 放弃 所以我觉得 很多历史 我自己有兴趣上网 去查啦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教育可能是执政当局想要给我们的教育 哦 是 OK 非常谢谢确许的分享 谢谢你咯 拜拜 是 老师 这个 刚听这位听众呢 他从租借的角度来看 老师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想就是刚才我有提到就是 我们社会其实存在不同 对历史的一个解读 那么曲先生他 我想他应该是属于 比较偏向我自己刚才所说的 有两类的史观的其中一类 就是倾向于 就透过台湾本土的一个经验 历史经验跟记忆来 就是来诠释 就一些历史的一个现象 我想这部分当然是我们社会里面存在的一个 就相当有一部分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然其实除了这一部分 这当然还有别的另外一种观点 我想这样的一种情况应该是 我觉得存在台湾社会 我想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应该抱着一种包容跟尊重的一个态度来理解 是我们在QQ上面网友的回应也相当热烈 这位是北京的北京人 他说台湾光复节是为了纪念在抗战当中 为台湾民主自由而献身的勇士们 近年来被民进党就歪曲为台独 其实台湾人民跟大陆一样 是被日本人欺负 民进党忘记了日本人的凶残 蔡英文跟安倍打得火热 他认为民进党是忘记了台湾过去的苦难 因此他强烈建议蔡英文移民日本 他还说民进党的核心是清日 光复节是为了反日分子而建立的民进党 就不必参加这个纪念活动了 然后另外一位网友就回应说 人各有志 这个李登辉是最好的例子 昧日的典型 台湾人很多喜欢这样的收到教科书 收到修改教科书 还有去中国化的影响 好 这是这个Q上网友的回应 老师我们再来看到 台湾从2001年开始 光复节是指今年不放假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2005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在扩大纪念 当时是台湾光复60周年 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那到了2015年的现在 这个今日也是同样高调的 将光复节列入了 这个抗战纪念活动的项目之一 可是老师正在台湾人的观点 他们会想说 光复节应该跟中国大陆 没有关系才是吧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他们要用高规格来庆祝呢 其实我想今年2015年 就是抗战胜利70周年 中国大陆它有一种高调的 一种庆祝的一个做法 它其实跟十年前相比已经是有截然不同 可以说是更大规模 那举个例子 像今年有九三的这样一个大阅兵 那其实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不在国庆 而是选在这样一个抗战胜利纪念日来举行 那我想这部分就是很明显 就是跟过去不太一样 那么刚才您就是有提到 就是说大陆来就是来庆祝这样一个光复节 是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在里头 我想这应该也是和中国大陆官方所持的 这样一个史观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那么从北京的观点来看的话 那么两岸是同属一个中国 那台湾近代的一个命运自然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 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北京的朋友 他应该也是持综观点 那么加上北京是强调要统一台湾 因此倾向于就从历史的里面去寻找一些 就是台湾跟大陆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历史片段 刚好这1945年台湾光复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折 刚好正好是符合这种思维 当然就是说不过就是即便如此 我想大陆他并不会去强调 当年台湾回到中国 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中华民国 我想这点大家应该是知道才对 那么话说回来 其实历史我觉得很讽刺 就是你看过去的120年 从甲午战争结束到现在 120年里头 其实台湾跟大陆在一起的时候 是中华民国在大陆存在的那个年代 就是1945到1949这一段 那么反而是后来1949年 共产党推翻中华民国 造成台湾在1949年后与大陆的一种断绝 这种断绝的历史 其实比刚才我们谈到的 那个日本的统治台湾的时期还要长很多 甚至还我想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会持续下去 我想个人我个人会认为说 如果大陆要真的是要用很高规格来庆祝台湾的光复 我想他应该把这段历史说得清楚一点 是 好我们电话线上有位听众打电话进来 这位是吴老师 吴老师早安 吴老师来这个礼拜的主题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说这个台湾这个光复节 应该休息 应该要放假 尤其是今年 是吧 我们世界反发西斯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 对吧 是 你想我们这个9月13号也放假的嘛 嗯 那么这个经验这个 这个光复节 我说这个台湾应该 要清楚清楚 要学家的 是 像是一个老师出来 最后原来台湾 也是一个一个 殖民的这个 这个侵略的这个 你说湖南 西班牙 对吧 家务战争这个马关 条约 条约 各样的日本的 日本同事50年了 对吧 这个抗日战争 台湾这个胜利 70周年 也就是台湾逛国 70周年 哦 是 这是一个大戏事 现在 尤其是现在 这个 这个台湾要经营 这个 总统大线 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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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 犯侵略 犯者民 是吧 是 台湾 台湾 台湾的事情 要台湾人民 来 来 解决 台湾人民的 来热爱 台湾人民来 限聚 这不是很好的吗 是 对不对 老师那 大陆这边 有没有跟像光复节 这样 变成是 以前有放假 但后来变成 只纪念而不放假的日子 是 大陆是不放假的 嗯 过去过大陆 你就说过去 清明节 端午节 我们也不放假的 哦 清明 跟端午节 也不放假了 我们大陆也放假了 哦 对不对 也变成只纪念不放假 清明节跟端午节 哦 细致 对 对对 我们中国人民 应该 塞起来啊 你说 这个形式 是很好的 是吧 习近平 也讲话 有台湾 人民 事情要台湾人民的解决 对吧 你的中英都都好了 中美也好了 对吧 将来我们中人也好了 也好了 台湾和两岸的关系也好了 这都是都好的嘛 都是和平 共赢嘛 你说对不对 是 好 我们非常谢谢吴老师的分享 吴老师 您的信 我们都有收到哦 谢谢吴老师的鼓励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 谢谢您了 谢谢 是 老师 我们 刚听众 这个听众的分享 亲民跟端午 大陆是没有放假的 只今年不放假 好 我稍微有点平衡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 这个跟这个 抗战胜利有关的曲子 不过您听到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点错觉说 现在是 这个 十月底 不是农历新年呢 为什么我们会播这首歌呢 我们来听到的是 姚丽姚丽的 恭喜恭喜 每条大街 小小 每个人的嘴里 接面的一句话 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冬天一到尽头 正是好的消息 温暖的春风 就要吹心大地 啦啦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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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啦啦 恭喜恭喜恭喜 啦啦 好好冰雪涌净 眼看美花涂蕊 妈妈妈 妈妈 长夜过去 听到一声几点 啊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你 来来 恭喜恭喜 恭喜你 经过多少困难 好我们听到的是 这个姚丽的 恭喜恭喜 老师 我们今天 没有放错歌 是 姚丽的 恭喜恭喜 今天不是新年 今天是 光复节前夕 老师 为什么我们会 想要放这首歌呢 好像您跟姚丽姐 是认识 是熟识的 其实 的确 这首 恭喜恭喜 我想 在台湾 在大陆 在所有的 华兰世界里头 我想都 会认为它是一首 最出名的一个 年节歌曲 特别是我们 在过年的时候 一定会听到 所以我想 这种形象 已经是根深蒂固 可是它其实 它本来 这首歌是 在抗战胜利之后 所创作的 它的作曲的人的 作词的一个目的 其实就是要 倾注抗战胜利 这是原来的 一个意义 那么其实刚好 就是我本人也认识 就是歌手姚丽 就是他唱这首歌 他其实是跟他哥哥 一起合唱的 对 就是我们被你听到的 这个男生 对 那其实他也亲口 就是跟我证实 这首歌的确是 用来庆祝抗战胜利的 是 哇 老师 能够亲自的 跟这个姚丽姐 面对面的谈话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 非常羡慕您 其实我跟他认识 大概有十几年 可以说是一种 忘年之教 那么我记得 我三四年前 在美国住了两年 那么那个时候 我还特地飞去香港 去见他 然后跟他做了三天 十个小时的 一个口述历史 我想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的一个经历 那其实姚丽姐 她因为她是1902年出生 那今年是93岁 也可以说是 我们就是华语流行音乐 史上 就是第一代的一个 著名歌手里头 我想是硕果仅存的 那么她今年是高龄93岁 还很健康 还在香港生活 我想或许以后 我们有机会 能够多谈一下 我最后想就补充一点 就是她其实 她的成名曲 我想每个人都听过 就是玫瑰 玫瑰我爱你 是 这首歌也是非常的 快智人口 一直传唱到现在 好 是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这个马总统 他21号的时候 接受电视台专访时 他强调说 身为台湾人 一定要知道 这个台湾抗日的始末 从卢国桥事变 一直到光复 也都有台湾人 到大陆去参加抗日 而如果没有国军 在中国的坚持 牵制了日军80万的军队 使得日军 没有办法跟德军联合 那战争的结果 恐怕是没有人可以想象的 那老师 未来 两岸在诠释 这个近代史上 有没有可能来合作 共写史书呢 我想 这个问题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刚才有提到 马总统的一些谈话 我想他所说的应该 都有他的一个历史的根据 那么我们今天来谈 来纪念这个历史 我想我个人会认为说 首先彼此应该要学习 就是说如何去尊重历史 那么今年刚好是 抗争胜利70周年 我想两岸都有各自有不同的一个纪念活动 尤其是刚才有提到说 在大陆今年是突然会第一次 就是举办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抗战胜利的阅兵活动 那么其实我想补充一点 其实这一部分其实在大陆以外的一个国际舆论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观点 那么有很多的议论 包括一些批评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 欧美的主要国家 其实也都一一的拒绝出席 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那么这种做法 我想在台湾社会 其实也引起某种程度的一些反感 一般民众也会说抗战又不是你打下来的 为什么你要这样的隆重来纪念 我想舆论就是会倾向认为说 大陆政府他这样做 是不是要抢夺这样一个历史的诠释权 一个话语权的这个问题 那么尤其是大陆在宣传 这个抗战胜利的这个主题思想的时候 他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那么这一点我想今年大陆朋友 都听得非常的熟悉了 那么其实这也是这一两年才正式 才听得有机会听得比较多一点 可是这一点其实对中华民国政府来讲 是无法认同的 我们的立场非常清楚 八年抗战是蒋委员长 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 付出惨重的代价换来的 那么这个其实当然也是有它 客观的历史事实存在 不过我也想就是说 我知道有许多的大陆朋友 他特别是学者 他也以至于一般的民众 我想也都开始就是陆陆续续会知道 就当年国民政府率领的国军 才是抗战的一个主力 那么我想刚好 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段 就是我最近 就是我服务的中央研究院 最近我们近代史研究所 就举办了一场叫做 迈向和解之路 中日战争的再省市的一个国际研讨会 那么这次研讨会我们也邀请了 就是两岸 就是也还有日本的学者来一起来讨论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 那么其中有一位学者 就是披露了一份 就是我想可能会在大陆 就是说比较少人了解的一段史料 这份史料是什么呢 这个史料是 其实是毛泽东1937年的一段谈话 那么其实如果大家能够有机会找得到的话 在1967年版 由大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头 就是说录了这一段话 那么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要冷静 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 饶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 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 要千方百计的积蓄和壮大 我党的武装力量 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 我们才能坐收抗日的成果 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 一分抗日 二分应付 七分发展 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 这个总体方针 这段毛泽东其实是在1937年 在洛川会议的一段讲话 那么后来我也有查证一下 其实就是承认 曾经担任这个中共中央委员会 第二中央主席的张国焘 他在我的回忆的这本回忆录里头 其实也印证了这段史实 所以这段史实是确实存在的 是 那么其实话说回来 就是最近马英九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 其实也都不悦而同的呼吁两岸学者 就是共用史料 共编史书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讯息 那我个人也希望就是成为 就是推动未来两岸历史学者 共同研究的一个契机 当然话说当然说容易他做难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两岸同文同种 如果我们能够撇开 在一个意识形态 抱着尊重史实的一个态度 就像我们老院长胡适先生 所说过的一句话 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 那么透过对包括抗战史 在内的中国历史的一个共同的研究 逐渐缩短两岸彼此史观之间的一个距离 我想最终达至一个两岸共同编写 历史教科书这样一个目标 我想还是有可能的 是这个老师刚提到这个胡适先生说过 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话 我想这件事情也是未来 在两岸如果要共同来书写历史的话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了 好那老师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 为大家带来放着手呢 这个吴音音的大地回春 同样呢也是在这个光复前后 这个1945年前后所流行歌曲嘛 那老师我们在最后30秒的时间 来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好吗 这首歌其实是吴音音 它被称为是鼻音歌后 那么它其实跟姚丽姐的年龄相仿 不过它出道比较晚 它是在战后抗战胜利之后才出道的 不过它的每一首曲子 其实都很出名包括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明月千里迹相似 那么现在我们听的这首歌 应该是大地回春 是的 是1947年 那作曲的其实就是姚敏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 姚丽姐 姚丽的哥哥 对对也一起合唱 他其实是一名非常出名的一个作曲家 我们来好好来欣赏这首大地回春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这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 副研究员林全中老师 给我们的分享 早安台湾今天进行到这 要跟你说再见了 下个星期一 我们空中再见咯 拜拜 拜拜